陳健鋒昨天接受創新電視節目訪問 他透露目前只收到美國一個神學的課程 為期四年剛剛完成了第一個學期 更加得到A減成績 他就說最難是分配時間 之前在內地邊拍劇邊交功課 由於是遙距課程 所以老師就要監察他的進度 每一星期都要他交三至四篇功課 有時為了追交功課時間 因為美國時間是第二天的12點 第二天六七點起床上班 是呀 也沒有辦法 有時趕前馬下 算不算追得到那個進度嗎 追到 剛剛出了第一個分 怎樣 A減 哇 很厲害 不一定 其實很多人可能會不會讀完上學之後 就一定要在教會上侍奉 其實不一定 在教會的概念裡面 其實我們做很多不同的工作崗位 其實甚至乎我作為一個藝人 其實我可以同一時間一起侍奉都可以 我想這個課程是我自己想 enrich我自己多一點 想明白多一些 就是聖經裡面的一些概念 理論 真理 神學概念之類那些 你要不要問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